嗨 大家好 我是崔小主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吃过斋饭啊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你们那会应该上小学呢吧 我表姐跟着我姑姑他们去过一次寺庙 因为我姑姑姓佛嘛 在里边就吃了真正的斋饭 回来跟我说了好多次 就说这个斋饭呀真的这么好吃 就是极度吃怪 但是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视频 就很多人专门去寺庙吃斋饭 甚至啊你去的晚了呢还得排队等 我就想现在的斋饭这么好吃了吗 还得专门去吃 我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 就上网在万能的某网上找了一下 没想到人家真的有专门卖这个斋饭的 我就随便买了这么几样啊 所以今天咱们呢就来试试 看看这个斋饭吃起来到底怎么样 这个种类不少啊 这边其实都是一样的 有桶庄的斋面 素的泡椒凤爪 素火锅底料 最后还有一个斋饭 而且还是自热装的 还挺跟形式的 虽然这些东西啊 看起来跟咱平时吃的那些东西的包装呢 很相似 但是呢 就是咱们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斋饭吧 因为它里边不仅仅是没有肉的 而且连五辛都没有 也就是五荤啊 像什么葱 蒜 洋葱啊 韭菜这种 气味很冲的 这些在什么道教佛家呀 他们认为这些也是昏的 竟然连我喜欢的葱 蒜 这种基本调料都没有啊 所以我很难想象它真的能把这个做好吃了吗 咱们就先从这个面开始啊 哦 跟泡面 迷糊一模一样 有一叉子 菜包 粉包 油包 它这个油包 真的是油 很透亮 也是泡五分钟 看看 它这个汤是有够清淡的 透亮的 看看 里边呢有这些干的香菇 还有青豆 还有点蔬菜 闻着确实有香菇味也挺明显的 所以...闻起来 它就特别像小鸡炖蘑菇的味儿 很神似 哇 好白的面条呀 像清水煮的 吃着也特别像小鸡炖蘑菇 但是呢 味觉上很清淡 可能就是因为里边没有什么葱啊 蒜啊 就是那些调味料吧 但是我刚看了一下 里边有姜 胡椒粉 可能用那个代替了啊 所以呢 它这个闻着味儿 跟普通泡面没区别 但吃起来就很单薄 但是呢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算不上难吃 就只能算清淡 确实是清淡 吃完面咱们来吃摘饭 这上面还写了一个 把洗冲碗 满冲洗法 这个正面还是倒着面 我也不太可以 咱们就来尝尝吧 东西也不少 这里边有一个方便菜肴包 米包 梅菜笋子 还有一把艳丽的小勺子 最后送了两包水 还有一个加热包 还有一个这个 哎 哦 送料袋 我以为手套呢 这应该是为了方便你来吃碗盛垃圾的嘛 这个跟四十米饭基本没区别啊 行 下面咱们来泡一下 哦 扎紧缩料袋 这不是盛垃圾的 我以为盛垃圾的袋呢 这个是都弄完了 把它套在外边 寄死保温的 这不会炸了吗 这下面可是有加热包的 而且它这个菜也是不放进去的 就放在这个盒上 给它吞热了 还有点不一样 咱们就按它这个来吧 啊 我这米饭看得不错 这俩确定不是一个菜吗 好像呀 这个主菜包呢 是香菇笋干 盐菜是梅菜笋汁 看着有点类似啊 都是笋 看起来也有点清淡 看看味道 这个味道呢 跟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很好吃 就跟之前吃过的那些 自热米饭里的菜包啊 这很像 看起来挺清淡 但吃起来味可真的挺重的 对于我来说刚好啊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个笋干挺脆的啊 吃起来这可吃可吃的 还是有点感觉像咸菜 我尝尝这个咸菜 它这个咸度啊 还有这个味道啊 什么 可以跟咸菜相媲美的 反正吧 如果没有人跟我说 这是斋饭的话 我是根本不会联想到斋饭的啊 吃的就跟普通的盖饭 一样 只是这两个菜包 搭配的不是特别好啊 太相近了 吃的都像咸的 做成这样啊 因为里边也没有什么调料吧 还是相当有水平的吧 算是 嗯 里面超出我的预计 你们以为只有 面呀 饭呀 斋类的吗 no 他们还有 火锅 我不知道那个寺庙里有没有 反正 这个是真的那种 算是斋火锅吧 它这还特意标注了 此产品不添加任何动物蛋类葱蒜成分 就是平时咱们吃的那些主要调料的部分都没有 我已经闻到辣味了 天呐 哇 这个看着一点也不清淡呀 这怎么会想到这个类的火锅呢 golic 因为是素火锅啊 所以咱们就直放菜 我准备的都是素菜 这哪像素锅呀 哇塞 太艳了这个颜色 一层的油还 热气腾腾的来尝尝啊 啊 比全市吃的辣锅都红 这个白菜 辣味挺冲的 也算好吃 有点甜 好像是 很像当年 街边上的麻辣汤 刚出的时候那种味儿 确实很辣 很爽 就是没有咸的牛油火锅 那种香 但是它是好吃的啊 只是可能这个辣劲 我可能有点受不了 难道以前牛油火锅 没出的时候 就是这种味儿吗 我都记不太清了都 真的有一点格外的那种清洁感啊 跟以前那个确实像 其实按说这个味儿 也挺冲的呀 那为什么五星里 不把这个辣椒和姜酸在那呢 按说是一样的吗 这个 嗯 太咸了 好 最后一个啊 浩椒凤爪 这看着跟真正的那种 浩椒凤爪 没区别啊 而且你看 注意它这个头这 连指甲都有 我先确实一下啊 不会买了一个真的浩椒凤爪吧 不是不是 魔浴粉 魔浴粉做的 摸起来也挺像的呀 哇 泡椒味儿 但是这个泡椒味儿没那么浓 有点怪怪的 我来看一下这个指甲是个什么鬼 哇塞 这个有必要做的这么细节吗 看这个大指甲还 好软啊 软唧唧的 它是有泡椒味儿 但是很弱 我觉得啊 它可能真的是想模仿那个鸡爪那种Q弹那种感觉啊 但是吃起来吧 它真的是不像 就有一点皮像肉不像 皮像神不像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像我 这么爱吃碰椒放爪的人 来说啊就是吃它吧 就是感觉哪哪都怪怪的 这个 不好吃 不好吃 算了吧 总的来说呢 这次吃的这些摘饭啊 跟当年我姐弄形容的那些 肯定不是一回事了 应该也是在一直与世俱进在改进的 就像刚刚我吃的这几个里边 什么摘饭呀 还有这火锅呀 味道其实都还可以的 而且啊 再加上我买的这个 又是网上的一些素食 哎 寺庙里先做出来那个 肯定比这个只能会更好吃 所以人多就很正常了 行吧 继续摘饭呢 就体验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拜拜